我想從媒體報導都知道 我在小的時候 七個隊友就給人家了 那其實我覺得 我應該屬於那種幸運的 就是我要兩個爸爸 兩個媽媽 因為在我大概小學的時候 我還曾經回到我的親生媽媽家住 所以我很自然就知道 我還有一個爸爸 有一個媽媽 那但是在我小的時候 送給人家 我其實我也大概知道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親生的爸爸媽媽 媽媽就生了我之後 身體也不怎麼好 然後在那個年代 總希望男生兒子能多一點 結果我們家就有一個兒子女兒很多 結果生下我又是個女兒 然後媽媽身體也不好 然後所以就把她送給同鄉 那麼我這算是 在那個年代來講 私底下就送了 不像現在 不過我很心願就是說 我還能夠知道我的父母親是誰 那麼在現在的這個社會裡頭 可能有很多的小孩都常經過 那麼怕父母知道 或是父母也不願意 你這個小孩生下來 在這個家裡 或是我要來幫你養這個小孩 不見得每個家庭是可以這樣的 情況之下我想這個小孩要怎麼樣成長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 它是一個生命 也是在社會上來講 我覺得一個家庭 對一個社會 國家的影響是超級大的 所以一個家庭有完整的愛 將來社會上的問題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在這 將來如果是有碰到這系列的 有可能是被性侵 或是什麼種種之類的 也沒有辦法養這個小孩 這個小孩將來要歸屬到哪裡 我想這就是我們立心基金會 非常有用心的地方 在幫助每一個人的生命 然後希望他在愛的這個 環境當中來成長 那的確 如果說我要收養這個小孩 在我媽媽最早期養母的觀念是認為說 就不要讓我知道我不是他生的 那就是在那個年代的那個想法 可是到後來呢 因為有一些環境關係 我又必須要有人照顧我 媽媽沒有辦法照顧我 然後我又回到我的親生媽媽那邊 那我又記得我親生媽媽 跟我說了一句話 我已經小學了 然後一天他就跟我講 他就說 你要知道 新的請一頂 一頂的公路比較大頂 所以我覺得 我媽媽非常非常明明 是一個非常好入獄的女人 所以有的時候我在演那個 八點檔的時候演媽媽 都有媽媽的影子 所以我覺得一個 一個環境的成長 對一個小朋友來講 非常重要 那我一直告訴我自己 我就是屬於那種 我有兩個爸爸兩個媽媽的愛 媽媽在現在我都希望 將來有這樣的小朋友的話呢 很多就是剛剛這對夫妻他們說的 彼此之間其實沒有血緣 都能這麼相愛 為什麼不可以愛一個沒有血緣的人 其實我們也可以給他愛 慢慢的他也會給我們愛 這是互相的 這小孩子慢慢成長 就看你給他什麼樣的環境 他在這樣的環境成長 身教當然是很重要 所以你給他足夠的愛 小孩也會懂得 所以這方面也就是大家要加油 那我非常謝謝我們執行長 在這方面非常非常的用心 他這樣的心意 我想希望把它擴展出去 如果在將來有這些小朋友 我們希望他不是個問題小孩 我們希望他是在有愛的環境當中長大的 這也就是代替相傳嘛 我們都是希望在每一個 只要是一個生命的 我們都要好好的愛惜他 天氣他 那在於就是能夠生自己的 當然是很好 現在壓力很大很多人 因為因素沒辦法生的時候 其實沒有關係 還是有很多的小孩 你可以來愛他的 非常謝謝 我今天能夠來參與這樣一個活動 很感動 真的謝謝大家